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 仅用了一天时间 在十米高的悬崖上 打造出可以悬空的全景屋 里面不仅设施一英俱全 外部的造型也是相当的旋 小日子过得简直不要太爽 自从上一个霍比特小屋建造完毕 阿里也在里面住了一段时间 今天在山上发现了一处陡峭的崖壁 这让他有了安家落户的冲动 他打算搭建一座坑中豪华庇护所 只见他找来野生的木方 用卷尺测量好合适的尺寸 拿锯子直接给他分了家 按照这个方法阿里加工了十来根 这就是打造地基的最佳建材 他把木方穿插长网格状 每根木方间隔的距离要刚刚好 然后用木板精整的扛上去 为了让自己睡得更加舒适 阿里特意选用上好的隔热做到位 就不怕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严谨的阿里又给木床做个精装修 开来后放上几滴柠檬提提线 将这条窍嘴改刀后 均匀地撒上沙拉酱 这才去一旁跟树胸借来几根松枝 由于这种树枝密度比较大 堆积在一起 随着雪花越下越大 老白也是赶紧动了紧 在野外生存就要学会利用周边资源 这样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而有了趁手的工具让他省事学 很快就把这颗包将的树胸分了架 然后用绳子将其拖转 从原木摆放的造型来看 这要是不摆放几份烧烤时 真就有点不相当 有了合适的萤火槽 他扯下来一些花树皮 然后找来一些干燥的树枝 将其均匀摊开在一起 用每棒点燃冬天里的一把 这不就是妥妥的烧烤台吗 也能充当火炕给自己松温吗 随着火势越来越旺盛 他在里面的白雪 有雪的地方从来就不会缺水 此时的牛排也已经有了七分数 看到我都直流口水 随着夜幕的降临 此时的温度零下27度 不过有了火堆的加持 感觉会好了许多 虽然周边环境比较寒冷 但是老白吃得井井有味 常年混迹在深山老林 对于这种野外生存早已见怪不惯 他用一根粗壮的原木当作火墙 这样既能挡住一旁溜达的小风 而且火焰也不会轻易熄灭 拖下自己52号大马士隔靴 钻进特制的睡袋里度过这个寒冷的夜晚 随着太阳缓缓东升 老白也是被冻得不勤快 不过好在这个火墙挺管用 烧了几个小时到现在一直不灭 就是周边被冻结的冰渣不少 老白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 让自己随时保持体力充沛 不得不说这种血缘生存 既刺激又考验体能 爱干净的他去一旁用白雪洗了把脸 顺手再来个凌原垢 还是准备今天的美食 毕竟还有两天两碗要过 没有充足的体力那是不行的 好在提前准备了一袋面粉 只要通过水的浇灌 就能使得气弹性十足 做出来的烤面筋口感绝对没得住 这哪是荒野露营啊 这是妥妥过来享受生活 都说野外生存不养闲人 没有一定的生存经验还真不行 稍作休息后 他并没有过多的停留在此地 因为野外随时都能遇到狼群 没有一个安全的庇护所肯定难以招架 讲究的他把大火通灭 带着自己的行李重新启程 就在徒步了五公里后发现了一处行李 看着模样应该是没有人 于是他打算暂时在这里停留 只见他先把周边积血清理干净 看着还有一个可以做饭的灶台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将室内重新布置一番后 只要房屋的主人不回来 接下来的两天就可以在这里渡 有了坚固的庇护所 再也不怕遇到野兽的清洗 看着天色也是慢慢黑了下来 他拿出祖传宝具 去收集一些被白雪包僵了的小树 将其结成一小段以后 分别给搬运回来 红着摆放的规整程度上很好 老白平时也是个讲究人 劈砍一些木材为晚上的取暖 做好现身工作 老样子点燃冬天里的一把火 随着火势越来越旺盛 他顺手把一旁的鸡血清理干净 拿出红枣与红糖 给自己煮上一壶红枣水 听说冬天喝了会更加饱暖防寒 忙碌了一天该到了干饭的时刻 老白准备做一顿大餐奖励自己 主要是因为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圣诞节 虽然自己一个人在野外生存 但该有的仪式感一点也不能少 将腌制好的鸡肉和土豆放进壁炉 先烘烤个七七四十九分钟 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拉菲 再配上柠檬片提鲜 这种调制的红酒非常昂贵 听说500克就有一公斤 趁着做饭加热的功夫 他将庇护所一圈置半上了小彩灯 整个氛围立马提升了不少 虽然是寒冷的冰天雪地 但此时在五光十色的照耀下 依然有了不一样的温度 老白也高兴地吃上了一顿丰富的晚餐 在篝火的照耀下氛围感完全拉满 吃饱喝足以后 拉上木制的卷帘门 老白终于可以睡上一个好觉了